2022花冬原创生活节24号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节目 以花冬公益之美为主题 把体验融入原创生活节的展览和周边活动 24号下午的公益体验活动 邀请民众亲手做一双专属的台湾山木块 报名人数而满获得回响 以山海间的公益日常为主题的 2022花冬原创生活节 24日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正式开展 以花冬公益之美为题 将体验融入原创生活节的展览与周边活动 24日下午就邀请台湾公益美术学校创办人陈明辉老师 带领民众亲手做一双专属的台湾山木块 我们用的是台湾山的木头 主要是让大家去了解说 我们台湾山林里面有非常多这些很好的木头是可以使用的 它可以用在它的石器上面 我们刚刚也有介绍说 用木头来做成你自己的器物 其实是一种互探的一个很好的永续环境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体验活动 都一样都是请我们创作者 或者是说我们是用原材料来做这些体验的活动 其实也是让民众了解说 所谓原创生活就是透过这种自然材质的应用 那你自己在生活里面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原创 带领学员透过报道与字句 将一段台湾山木料 从过程感受木头想传达的故事 慢慢地刨出筷子的模样 完成一双专属的木块 透过自然材质的运用 在生活中打造属于自己的原创 13堂课13种工艺汇集 让深海与工艺成为你我的日常 更多活动详情可搜寻脸书粉丝页 画动原创生活节 记得让邦远环理事报导 这一日转了 دة 谢谢观看